那甲状腺太低 你就会没有精神 因为新陈代谢不够 常常觉得疲倦 想睡吗 或是发觉脸部 好像变肿变大了 还是体重异常增加 却找不到原因 那么你很有可能 罹患甲状腺低下 到底甲状腺低下 会有什么症状 该怎么治疗呢 今天我们邀请嘉义科医师 林宗勤医师 为我们详细解说 欢迎收看 一心为你 今天我在168这个广场这边 大家可以看看 这地方有一个餐厅 叫原味店 当然这也是我常常过来 这边吃中饭的地方 今天吃完饭以后 然后顺便在隔壁 有一个林宗勤 林医师的诊所就在隔壁 然后有一些小问题 想要来看看医生在不在 能够医生能够讨教一下 请教一下 掌大哥回来了 是的 很开心见到你 林宗勤医师 专场嘉义科 服务所在地 洛杉矶 哈仙达纲 可以讲中文 台语 英语 跟西班牙文 大家都知道 我前一段时间 回到台湾 然后去淋雨 去看选举 弄完了以后 头不是淋湿了吗 到台湾有一个 法郎 叫小林 到处都是 非常便宜 也非常舒服 然后就在那边去 洗头 然后洗头 在台湾那些 美法师 都会帮你再按摩一下 然后按着按着 他就说 张先生 你这个脸好像偏大 然后你的这个脸的这边 有一边比另外一边 比较肿一点 你有没有发觉 然后他按一按我 然后我一按我旁边 我就想咳嗽 他说回去看医生 是 那这个道理是 我知道假装现在下面 然后这个旁边的脸 这边有点肿肿的 大概又是什么 所以说今天来找林医师 来聊聊 我这个是被美法师所提醒 所以你回来要看医生了 来是不是跟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大脸面子大的人 聊天是什么 是 所以有人觉得脸大就是帅了 所以Kenny哥这应该是帅 而不是有什么疾病 大肿脸充胖子 是 不过Kenny哥聊到就是说 甲状腺这个问题 甲状腺的 这问题其实是 我们在诊所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 这是我们所谓 例行性检查的项目之一 那甲状腺是我们人体最大的 内分泌系统 甲状腺它是一个内分泌系统 那这个甲状腺它长在我们脖子下面这边 那它控制着我们的新陈代谢 是非常重要的 你就想像说 如果说你的新陈代谢过慢 那你就是可能会全身没有力气 然后这个每天的生活就会不顺 有点可能是造成晕眩 反正就是不对劲就对了 甲状腺它就是负责这一方面功能 甲状腺太高你会非常亢奋 甲状腺太低你就会没有精神 因为新陈代谢不够 对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不会 那这个甲状腺是在平常我们在抽血腌尿的时候 可以腌得出来还是要怎么样来看甲状腺的功能 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是 甲状腺我们一般来说在嘉一课诊所 是我们历史性检查的项目之一 它叫做TSH TSH如果说您有机会看到您的血液报告 有TSH这个东西就是测您甲状腺功能 OK好 那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华人朋友是高的因为亢奋的多还是低 然后让自己好像有点萎靡不振的 这是哪一种比较多 一般来说在我个人的经验是低甲状腺的问题比较频繁 而且更容易被忽视了 因为甲状腺功能低就是会疲劳 会没有精神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可能今天就是心情不好 工作效率不太好 可能是太累了 对 那他就忽视了 有些人甚至没有看医生的习惯 那所以他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好几十年都没有去检查到 对 那可能就我们人就是会容易累 有时候这是有疾病在身上 我听李医师这么一讲他 我就知道说在迪士尼连那个不是他们有一个什么 睡美人的这种一个通话故事吗 那我就知道了他一定是假装生 有可能 回到我们刚才讲说太高不行太低也不行 那我们今天当然是说我们来讲这个太低的问题 因为也比较容易比较常遇到 而且很多人都会忽视 对 那就像刚才讲你最一开始讲说 为什么有人会突然觉得说自己变胖了 变胖就是或者说食欲非常不好可是又变胖了 那就代表因为您吃进去的这个热量呢 没办法消耗 没办法消耗就变成肥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讲了这个甲状腺它是负责新陈代谢 你这个甲状腺功能不脏的话 那您的身体就没有有效没有办法有效率的去运用 您吃进去的这个热量那当然就变胖了 那没有热量那当然说你的运动量也低工作消耗也变低 然后整个人就是会病厌厌的这个感觉 那这个甲状腺除了这个新陈代谢的功能之外 那我们应该要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可以去注意 可以避免这个低下 甲状腺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它一般来说跟基因有绝对的关系 甲状腺功能之下分几种 最简单的了解方法就是说它有先天性 先天性有意思说你出生就有了 出生就有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刚出生就有 那这个一般来说很早就会发现有症状 因为可能小朋友生出来几个月怎么都不长大 都不长大 然后这一个发展有问题 那小何医师就是说那我们就是要测这个甲状腺功能 如果它有这就是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地下 那再来就是疾病性的 疾病性的 疾病性就比如说比如说有人重感冒 重感冒那引起了这个甲状腺发炎 比如说我常常遇到就是乔本氏 英文叫做Hashimoto 这就是一个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的一个疾病 那导致了这个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 这是疾病性的 那再来一个就是退化性 退化性也是最多人会遇到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都很好 精神都很好 但是随着年纪增打也觉得我怎么越来越没精神 我才三十几岁二十几岁 甚至二十几岁就开始发生 那我们去测习惯你的甲状腺功能低下 可是它又不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那这就是退化性 那要怎么把它补起来呢 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呢 如果这个病人确定他有这个甲状腺方面的问题的话 不管是太高或太低 我们都有办法可以处理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所讲的是 甲状腺功能过低问题 我们就给他甲状腺的这个补充药物 那让他把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把它补起 那我想我很喜欢吃海带 海带对这个甲状腺有帮助吗 所以甲状腺呢 他这个甲状腺 他在分泌这个甲状腺素的时候 他需要点做原料 那很多海鲜里面是有点 那一般来说你点够 那你才有办法分泌这个甲状腺素 那在很久以前的年代呢 比如说内陆 他没有那个不靠海 没有盐巴 那他变成就是会有这个疾病腺问题 因为你不够这个点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生产 你的这个身体没办法制造这个甲状腺素 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就会特别肿 为什么特别肿呢 因为你的甲状腺 他一直想去做这一个甲状腺素 可是他做不出来 所以你的大脑就会叫你的身体 去赶快增生你的这个甲状腺 所以他会变成你的脖子会变胖胖 所以你看到很多 这一个甲状腺低下的人 他的这个下脖子这边 会有种种的现象 是大脖子 对 所以我们在诊所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我们都会摸病人脖子 看你这边有没有类似这个突出物 或者说有这个种种的情况 所以说那这个检查的话 是不管年龄就是有20岁30岁 或者60岁70岁 做年度健康检查的时候 去测一下这个数字 是不是都是 是这是我们例行性的检查项目之一 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说你有做例行性健康检查 有没有什么正常或不正常的状况 医生应该都会告诉你 没有错 那只要是预防性的检查 能够检查得出来 那越早发现就越好治疗 是没有错 我们现在21世纪 医学界的共识就是说 预防身体治疗 当你遇到疾病发生的时候 都是算完 很多疾病其实都是可以预防 就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甲状腺功能 如果您本身就有退化性的功能问题的话 你看如果说20岁你就知道这个问题 那提早处理 其实您到这个50岁60岁 控制得很好 你人生也是会比较快乐 是不是 这个不会有疾病产生的问题 那当然就说我们甲状腺功能 如果低下的话 不只是遇到说精神不济 你甚至会遇到忧郁 忧郁症 现在很多人都有忧郁症 很多人说医师我心情不好 忧郁 到底是什么问题 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低落 甚至有些人会特别在意 就是说家庭幸福方面 就是说性功能 如果说甲状腺功能低落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有性欲低落的情况 这也是情况之一 所以为什么甲状腺在我们预防性医疗方面 都是一个必要检查的项目之一 甲状腺这东西 它是我们内分泌的一种 那内分泌的问题 都是轻易把动全身 你不管是哪一个内分泌出问题 就是会有这种精神不正 或者是说性功能不足 都是会有 那我的建议是 假如你有类似的情况 那就验个血吧 因为甲状腺功能低下 这问题是非常好去做诊断的 所以说这个甲状腺的东西 因为我们平常摸不到看不到 可是对我们身体来讲非常重要 身体健康是这样子 就是说您当有疾病没有处理 它就是一个downward spiral 我英文叫downward 就是越来越差 做什么事都不对 但是身体健康的时候 做什么都是正向的 那您做运动是正向 有时候您如果说身体不好 做运动也不一定是好事 更容易受伤 也提不起精神 所以说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这边的餐厅好像没那边多 所以说那边的车流量更大 可是那边感觉上面好像 没有什么警卫 没什么东西 我们这里的警卫还蛮小心的 我们常常看到这边走动 然后有开他的小车子巡逻 这就是说原来讲说 这个地方的警卫巡逻的频率 好像是比对面高一点 是